為了感謝疫情人員 在疫情期間為民眾的付出 各地市議員王蘇婷 沈聽關懷協會 偏要到主餐聽負責人同優勤 特別是今天最后關注各地病醫 總共七百兩的方向醫 希望第一次疫情人員 作為對控疫情 和第一次疫情人員 可以安心方向醫 受到疫情影響 前代病醫目前方向醫物資 需求精大 在家上每天都有民眾全翁裁減 要造成第一次疫情人員 安全出的問題 留意感謝第一次疫情人員 為疫情點點好處 守候台灣 該市議員黃思亭 沈聽關懷協會 平遙投資餐廳 富士林唐友健 二十一號上昂特別 全翁該地区的便宜 關心七百驚 防護隔離醫 用行動支持疫情人員 讓第一次疫情人員 有更安全的保護 像去年疫情的時候 我捐了八百份產品一樣 然後我一直在想 可以為社會做些什麼事 然後透過私庭議員的牽線 和他的幫忙 然後我才想說 我們大家一起捐 現在目前最需要的防護衛 當然我曾經想過 要捐麥當勞餐點 但是因為現在這種疫情 吃餐點真的不太方便 所以我想捐一些比較實際 謝謝嘉義人過去七年的照顧 與幫忙 最熟悉的我們麥當勞的唐董 那現在是品遙投資餐廳 在打電話給我說 現在目前疫情最艱辛的時候 醫護人員最辛苦的時候 捐了整整七大箱的防護衛 給我們的嘉義農民醫院 還有我們副立嘉義醫院 那唐董一直以來呢 雖然現在已經回到高雄 可是一直要是為我們嘉義人在付出 那很開心也很感動 謝謝所有的醫護人員 在這陣子的辛苦與努力 那相信共同抗議我們一起努力 嘉義農民醫表示 目前農民行為專業農民 在各項防疫工作上 都需要大量的物資 來保護第三醫護人員 也很感謝議員黃思亭 今天關懷學會 平遙投資餐廳的富士林 唐偶建 在關鍵來試協 精神讓農民防疫物資 嘉義醫院身為一個地區的 一個防疫的一個專責醫院 那除了社區的這一個 採檢的服務之外 我們還負責了 我們現在大家有一點 原資設備這個檢疫所 這些其實是都是一個 高風險的一個住民 住在這一個地方 所以呢 其實在面對這麼多 潛在可能是疑似 或者是確診的病例 是我想所有的醫護人員 大概心理上 某種程度的壓力 是一定是有的 那我想有很好的一個裝備 加上很好的訓練 我想把自己的安全做好 加上配合這個 一個政府疫苗的這個施打之後 其實對我們醫護人員的 這一個信心很好 議員黃思亭 今天關懷的學會 平遙投資 三天的富士林 唐友建 希望借有物資的觀景 來強化幾十人萬的方議設備 也希望鋪轉英勇 建議經濟民間 利用共同的方議 幫忙觀景以後人員 需要的物資 當時也為方議人員 加油打氣 共同度過一致 請想到邊閣的七彩號 好的 當你收到接種通知的時候 請你攜帶身份證和健保卡 在當天的預約時段 請你務必提早到做好準備 我們只開放一位陪同的人入場 但是陪同的人就需要掃描 實聯制QR Code 在一起進場 當您坐在位置等待的時候 要先聽聽外交的姿勢 你也比較方便 我們安排了疫苗接種 特約計程車 以及富康巴士 請留給有需要的人 你也可以事先電話預約 現場也安排門口車輛接送區 和輪椅借用的服務 方便我們的視察 或是行動不方便的好朋友 可以來使用 當你抵達的時候 也能夠快速的分流 這是第一個快打流程的升級 有事先預約 就可以很快核對基本資料卡 30秒內完成報到不必大排長龍 隨後在志工以及行政人員的帶領下 進入了接種站 做定位後 會請您填寫個人健康相關資料 再依序由分組的醫護人員移動至接種者的座位旁 採取一位醫師問診 兩位護理人員施打疫苗的方式 讓接種的過程更為流暢 這是第二個快打流程升級 接種疫苗後 需要留下觀察30分鐘 後續以排為單位 分批離開接種站 離場的時候 也要配合工作人員的指引哦 這是我們第三個快打流程升級 我們一起再努力 一起再加油 因為疫情 我們更應該勇敢團結 加基地加油 台灣加油 氣壓肥